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非常有趣又复杂的话题 古代王朝的祥瑞与现代政治继承 首先我们聊到古代王朝会将祥瑞侍卫当朝施政的功绩 但江平开玩笑说他自己是现代的祥瑞 这真是让我们捧腹大笑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法理继承的问题 并举例说明即使是法理继承也可以放弃 比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概念 第二段我们深入探讨了川普的股票涨跌 能否预测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 以及以色列的领土继承问题 我们还提到了以色列现有的领土 是如何通过联合国主导和各国商定而来的 历史上英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以色列人自己建立国家的过程 这些都让我们对这个复杂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最后我们讨论了中东问题的本质 特别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并提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 其实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宗教冲突或国家冲突 此外我们还谈到了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存在合法性的认识 以及不同国家对于一个中国政策和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同理解 尤其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哲说 而且这是相关性研究 阿加维隆说 古代王朝会将祥瑞作为当朝施政的功绩 将平是现代祥瑞 Roflow 明哲说 老何准备开点 即使是法理继承也可以放弃 比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川平底线W说 能否从川普股票涨跌来判断其当选总统的几率啊 明哲说 祖辈的换一套说辞也可以要 法理继承显然更符合现实操作情况 阿加维隆说 以色列现在的领土从哪里继承来的 明哲说 那你还不如直接从六度判断 英国呀 程大厨说 还判断啥 感觉现在的新闻都是在给他上台在做铺垫 叶青说 恩 现在我已经继承了房产 自然是我说的算了 那个所谓的自古以来 只是跟邻居吵架时 拿出来给自己天理的 实际上并没有法理依据 休马说 以色列不是继承 是联合国主导 各国商定 画一片土地给以色列 明哲说 地算是英国的吧 方案是经过联合国 程大厨说 以色列人自己打下来的江山啊 联合国又没权利划分领土 和阿拉伯人商量过啥 明哲说 英国人来之前是阿拉伯人 英国人统治时期 以色列人也移民过来 比较有组织的买了很多土地 这时候就有冲突了 再加上二战犹太人 赌英国人这边 后来就是联合国方案 再加上中东战争 一直到现在 就这么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统治时期 是犹太人经常搞恐怖袭击 袭击英国统治者 程大厨说 拿着本圣经就说 这是我的地方 和流氓没啥两样 邱马说 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国公内战 就没有人怀疑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程大厨说 犹太人买的土地是产权 又不是领土主权 明哲说 联合国方案的时候 它是根据产权来做方案的 这就是冲突的来源之一 程大厨说 那还是流氓呀 以后 马云去美国买几块地 能建国了 明哲说 犹太人人少土地多 阿拉伯人人多土地少 英国人要撤退了 不得有新的国家了 美国又没有说 因为马云买地 要重新建国了 程大厨说 阿拉伯人少 因为很多之前就逃走了 明哲说 如果英国人不撤退 那现在就是国内矛盾 就跟中国民族矛盾类似 程大厨说 反正那时就没人帮阿拉伯人说话 都是大国擅作主张 人家自然不服气 那也说 学习了 谢谢 这个报告 可能促进咖啡产品的销售 呲牙咧嘴的笑 明哲说 那你不能简单这样讲 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关系 应该还是可以得 程大厨说 阿拉伯人最终不是被英国人卖了吗 明哲说 你不能强行简化 不符合历史事实 程大厨说 联合国那决议 英国人还不投票 那也说 学习了 谢谢 这个报告 可能促进咖啡产品的销售 呲牙咧嘴的笑 程大厨说 明哲其实脚屎棍 明哲说 哦 我说错了 英国人方案 然后二战之后 联合国方案吧 应该是这个顺序 甜点 说 丹麦拒绝在2024年后 训练乌克兰飞行员 下化线下化线 国防部长 Trolls-Lund-Polson丹麦部长 在与挪威国防部长 Bjorn Ariel Graham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发表了这一声明 At Leo人家翻译对吗 明哲 说 总之 它就是上古时期 那是宗教历史 然后没有国家之前 它就是阿拉伯人 然后是英国人统治时期 然后英国人撤退 就得分家 然后矛盾一致演变到现在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它比较难办时 是英国统治时期 事实上已经是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共存了 英国人撤退 造成分家的问题 程大厨 说 宗教历史 就不用听犹太人扯了 那圣经 之前还是阿拉伯土著住着呢 还是老何说的 历史的窄门 现在只能期望恢复到1967 就谢天谢地了 明哲 说 本质上到现在中东问题 实际上叫做巴拉斯坦那名问题 叶青说 这就要看个方对联合国决议的认识了 如果我认为联合国决议具有合法性 那么以色列就有存在的合法依据 如果我不认联合国决议 那么我就可以认为以色列不该存在 这就跟法院强判某人拥有我的房产一样 如果我认为这个法院是假的 不具备合法性 那么我可以不接受任何判法 这就跟我们认为国际法庭 对南海的判罚不具备合法性一样 只要我有足够的实力 就可以不认你那个自封的法庭 当然 可怜的阿拉伯人没有那个实力 明哲 说 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宗教冲突 或者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冲突 目前本质上从宗教冲突和国家冲突 往巴拉斯坦那名问题上缩小 咱们说 想象力堪比山海经 明哲 说 也就是老何说的实际上越来越不想打仗了 程大厨 说 决议让全世界投票 但阿拉伯国家都投反对 英国还弃权 也通过了 看不出有啥合法性 实力说 刚刚满完 喝口水 叶青说 归根结底还是实力问题 如果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人胜了 也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就好像连和国对朝鲜战争的决议 就变成废纸了 那是几十万人打出来的结果 咱们说 英国殖民者真的是疑惑全世界 明哲 说 Trouble Maker 奈兰 说 以前还真玩过大赛这个事 确实可能有假成绩的 但绝对不是将这种有焦点能引起关注的学生 这样的典型 一般是真实成绩 好让别的语目 可以安全地混到证书 明哲 说 那你西方也会帮以色列 最多现在变成以色列难民问题 这 纳兰 说 大赛的主要盈利点 还是报名和培训 成绩什么的空间不大 明哲 说 调个个 实力决定的是以色列难民问题 或者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哈哈 纳兰 说 当时搞过的英语大赛是共青团帮助强推的 最后十个优胜奖都是真实成绩 给的免费游学英国资格 GOODEN TALK 0000说 以色列人应该出钱买快递 签走 肯定有国家愿意卖 羽毛说 太不现实 GOODEN TALK 0000说 远离是非之地 永享太平 内兰 说 去别的地方买地 还怎么搞事 明哲 说 英国之前就是给一块非洲的地 纳兰 说 以色列要的是讨厌他们的人的支持 GOODEN TALK 0000说 怎么就不现实 有可操作性 明哲 说 后来犹太大会否决了 还是怎么回事 已经基本接受要去非洲建国 纳兰 说看看犹太复国主义的书吧 GOODEN TALK 0000说 可以买几块非地 Liu Doudita说 罕线 伯恩斯怒斥中国煽动反美情绪 美国深度调查中国三家电讯公司 李强去年视察的公司上了欧盟制裁名单 点点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 https3w.youtube.com LiveDJ27Z06DW78 SI等于HFRESJWXPJ 明哲 说 先听课吧 纳兰 说 人家玩的就是恶心 你你才会支持我 斯塔多昂说 静等老和开点 纳兰 说 以色列有自己的建国理论 程大厨 说 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说 反他们就是反犹 那是给其他犹太人 没有敌人制造敌人 Roflow GOODEN TALK 0000说 犹太人守着那块是非之地 迟早被打残 生存空间恶劣 不如早离开 凭借现在的实力 那还不能安身立命 纳兰 说 树敌确实是他们建国的最大基础 明哲 说 这都不是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是 以色列确实有点太做 好不容易把中东战争 管控到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了 结果反而越来越不重视 越来越简单粗暴 现在又有可能回到中东战争的性质 纳兰 说 逼你们把爱搞恐袭的坏蛋 都迁到以色列 Gugentag 0000说 这个民族按现在的路走 迟早还是要被流放 纳兰 说 犹太复国主义 是孔习的老祖宗 明哲 说 不过我说的做这里面 可能因素太多了 就跟美国的什么军工合作体式的 里面太多各种鬼胎 还是人类自己太做 程大厨 说 所以不要怪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区分不出来 如果没有哈马斯 以色列依然这样对人家 那巴勒斯坦人照样从小对你仇恨 Gugentag 0000说 犹太人好像生育能力不行 莫阿拉伯人能生养 明哲 说 附了都一个毛病 Gugentag 0000说 好像跟他们的精子存活力地有关 纳兰 说 不过犹太复国者虽然邪恶 但他们对民族的认识是对的 要不是这么打 犹太民族可能真就亡了 亡于流散 民族就是暴力打造的一个虚伪概念 Gugentag 0000说 民族跟生产力 生产资料有关 呲牙咧嘴地笑 纳兰 说 只要有这个共识 怎么来的就无所谓了 打你没商量 你不承认 就打到你爹妈不认识 还不承认 就打你爹妈 马也不论你说 1917年 英国外相贝尔弗写过一封信 信中支持犹太人复国 而且具体的提议 他们回到祖先的土地巴勒斯坦去 这封著名的信件 史称贝尔福先言 可二战临近时 由于中东的各阿拉伯国家 比较倾向纳粹德国 为了稳住阵脚 英国放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考虑到当年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 这使得众多的犹太人非常失望 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上 不少的犹太人认为 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始乱终气 所以战后 英国貌似欠了犹太人的 而阿拉伯人又在德国问题上站错了队 其实当初阿拉伯亲德 有点像印度人对日本人友好 都有反殖民色彩 总之 战后的以色列在美国服支持下 就横了起来 成大厨说第二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依靠英法反对美苏 第三次中东战争 英美才联合支持以色列 纳兰说刘阿姨只有口头依造的机会 却没有对等的暴力 否则还真的可能给他整出大鼠民族来 利欧说 扭曲翻译 只是不再在丹麦国土上培养而已 刚刚不久还捐赠了好像F16 纳兰说 以前网上流传很多目以言论 张萍之流恨不得自己变身一游 利欧说 这几天看球 看得筋疲力尽 没心自听新闻 程大厨说 张萍那是拿钱做事 纳兰说 好多海外华人总嚷嚷融入西方 接上仲奇小哥一个嘴巴子 就能把种族认同抽回亚裔了 什么钱都拿 逮命啊 总有信的奇葩 暴力是底层规则之No E 程大厨说 川普大概没给他钱 那人家还是川粉 纳兰说 NHK总能把你们的讨论水准 拉到地板上 也是一个轮拖鞋打飞机高手 喜极而泣 Food说 这是昨天的信息 路透玛尼拉6月24日 菲律宾国防部长表示 中国使用侵略性和非法武力破坏了南海的补给任务 并表示上周造成一名水手受伤的海上事件既不是误会也不是事故 我们不会淡化这一事件 国防部长吉尔伯托 特奥多罗在菲律宾海事委员会主席周五表示 上周的海上冲突可能是误会或事故后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说 程大厨说 啥人都有 放着也挺好 就当他个智商过滤器凑合着用呗 黄六点说 华民国还活着的时候 而被能处分资产吗 例如说 这位国防部长不久前开发部会 提醒丹麦人民储存三天的罐头食品与饮水 造成了丹麦超市罐头销量的莽增与洛阳缺水 超市的无气泡淡水供应短缺 斯特奥多罗说 陈毅元帅从风去地告诉外国记者 我们是用竹竿把U2飞机给捅下来的 纳兰说 那是U2飞行员好奇心太重 想看清楚要喷什么粪 一个操作失误 黎六说 不知道是不是某些渠道的情报共享 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斯特奥多罗说 幽默 叶青说 华民国已经适时死亡了 你现在看到的 只是挂在片方的一张一照 斯特奥多罗说 罚同一变 叶青说 只剩下表象 没有了灵魂 斯特奥多罗说 如果是马英九执政 如何 中华民国政府早已沦为中国的一个叛乱政府 现在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切国际组织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马亚波罗尼说 苏美支持阿拉伯反对英法殖民主义 把苏伊士运河从老牌的霸主手中夺取 那回美国狠狠地给英国背后戳了一刀 打英帝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那可是孙子对爷爷 纳兰说 阿桑齐真是位勇士 骑旅挑战美国大风车 英宝说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 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程大厨说 人家没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人家是说一个中国政策 阿家围龙说 什么叫心服口服 靠念条文有用 只有一部分作用 程大厨说 台湾人家看来现在是薛定谔的猫状态 就希望暂时别打开盒子而已 匈马说你说的是美国吧 程大厨说 很多国家呀 叶青说 国际的现实是 以礼服人 就是大炮射程以内 阿家围龙说 已得唬人 利尔说 一下子想到了电驴 程大厨说 很多国家文件里 用的都是policy 不是principle 匈马说 只有少数国家 是打着支持一个中国的旗号 安地里却反对一个中国原则 很多国家是多少国家 阿家围龙说 这就是劳比尔信奉的现实主义 叶青说 相比来说 劳比尔还算是理想主义的 我是纯粹的唯物论 一切真理都在能量投射范围内 程大厨说 维基自己搜一个中国政策 匈马说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只是名义上的一中内涵 并支持中国的一中原则 说白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实际上 大部分国家都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是与中国建交的基础 程大厨说 那你得具体去看中文公报 和他们自己语言公报的个别单词 有啥不同 匈马说 说具体点 你的意思是 中文公报地位不如英文版的高市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做到大家的试图